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老刘影片工作坊 有好多个月没有见嘞 对,没错,因为我没有时间拍影片 然后我想要拍四驱车的影片 但是因为纽西安这边突然间 在几个月前突然间就又回到了level 4 就是又封城的意思 然后呢,之后就封了大概有一个月 然后再来就是进入到level 3 然后我们现在还保持在level 2 所以就,呃 很多那种大型的聚会啊 就室内聚会就不可以超过几十个人这样子 那这样到现在呢 还是很多比赛没有办法搞起来 所以我大概有接近整一年了 整一年半的,半年的时间 半年多的时间 没有玩到,没有去比赛迷你市区车 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我 没有兴趣 坐车 最近也没有什么改车 那这样之前呢 就有人一直问我 b max 这个车到底要怎样去做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太有去研究这个b max 因为在这边没有这个比赛 那但是呢 我也做了一辆b max的车 其实b max的车 就跟锁车 tune class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在那个刹车跟那个配重方面呢 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去分配 呃,我是这样子觉得啦 因为他的马达是无上限嘛 你可以放很快的马达去跑 那我之前呢 前阵子呢 我就有做了一辆b max的v jack型的b max款 就是级别的车 这样 有时就是你会就是会想到是 哎呀,没有的去比赛 坐车来做么 呃,我自己在家里玩呢 这样我自己家有跑道 那我又不可以邀请人家来 因为现在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所以我就不太敢邀请人家来 这样呃,我还是会有自己去放车下去 会去试啊 还是 如果我车是需要保养的 那我还是有去保养了 ok 那就 这辆呢 就是我的b max车 这样我放的是hyperdash的马达 这样 这样 ok 这是hyperdash的马达 我这一次会选这个 呃,VZ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壳啊 我觉得他这个壳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壳 然后他刚好就是vz的啊 那这样最近vz又很红嘛 对吧 每个人很多人都去选vz 那我自己就做了一台b max的vz车 ok 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往下看吧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辆车的细节部分 ok 那当初呢 我会选择用b max 啊 就是b max啦 b max级别 然后我会选择用 vz这个底盘的话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前面这边 我可以自己就是 我不用切割啊 就不用切割 就可以做到有那个 角度刹车出来 你看到吗 前面这边的角度刹车 啊 这个就是他一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我不需要做切割 但是我可以透过啊 调整 然后 来弄一个 角度 那你的角度取决于你 到底要怎样去弄了 ok 那他里面这边呢 其实是我这边呢 是做了一些啊 小小的一个设置在里面 然后拉远一点点 好 ok 我里面这边呢 其实是放了一个铜管在这边 在里面这边 那这个铜管呢 啊 把这个稍微拔掉一点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啊 不是铜管啊 是铝管啊 这个放了一个铝铝管 就是像这种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呢 就放了垫片 那就看你的角度要多斜 然后你要怎么去锁 因为他本身 这个底盘下面呢 他也是向上斜的 就是 他是斜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配合呢 那你就是想要怎样去调 他大概要多 多斜啊 还是什么的 你就你可以这样子去调一个 前角度出来 当然那你就要拿那个 啊 调刹车板啊 拿出来调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看你怎么去运用 啊 你有的东西 这样去弄 然后再来呢 就是 b max 其实他 因为他速度很快 如果你单靠那个 底盘的 那个 前面啊 体盘 底盘前面的那个 锁 锁的地方的那个 角度的话呢 啊 我可以跟你讲 你是肯定不够的 因为 他速度快 然后你角度不够的话呢 他很容易就会飞车 所以呢 啊 我选择用vz的 这个部分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可以就是 啊 透过 啊 锁后面这边上 稍微让他 提高一个 垫片啊 提高一个垫片的那个 啊 高度呢 来做这种 斜角度 这样子的 操作 你就可以 让他更好 就是更好的去 调出那个角度来 那你在过 呃 立脚啊 就是交换道啊 然后 在过一些跳车 然后下降的时候呢 他可以更有效的去把它 拉回进去 那下面这个小 小导轮呢 其实我只是要预防 就是 因为 他没有 那个 吊钟嘛 所以 当他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 但是如果有一个导轮稍微提前碰到 呃 跑道的话呢 他因为他跑 这个导轮是有斜度的嘛 所以他就可以很好的把那个车 稍微往下 带回进去 啊 这个就是 呃 我想出来的 b max 要怎么样去给他 更好的回去 跑道里面 再跳跃过后 ok 那这样在旁边这边呢 也是一样啦 我是用了这个金砖 呃 用金砖 而不用钉子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金砖 他下压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他这样子下去 他可以把他很有效的左右两边压下去 那 用金砖的话呢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这个车肯定就是重了的啦 那b max 因为他是 必须要车壳两点固定在底盘上面 然后不可以做任何切割 呃 这样子 就可导致你的车会很重哦 如果你要用软壳 好像也是不可以用软壳 ok 我忘记了那个规则 好像是不可以用软壳 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自行去斟酌啦 如果你们要用软壳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们的主办单位是允许的话 ok 那在后面这里呢 啊 我也做了那个防挂 啊 啊 然后后面这个刹车呢 就是 放比较薄 然后也跳比较低 因为他速度快的原因 你跳的时候 其实 我不建议他可以跳太远 因为你的车 越跳越远的话呢 稳定度就会越差 因为你在空中 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 可是你如果提前下来的话 他在那个跑道里面 他就飞车的机会会少 掉很多很多 ok 这个就是我做的b max 呃 的一个讲解啦 那其实b max很简单 你要用什么底盘来做都可以 就是你要考虑到他的刹车 考虑到他的角度 前角度 ok 然后考虑到他的那个下压能力 因为他不可以做掉轴嘛 但是你可以用他的那个后面那种 啊 他自自 天空自带的有做的一个 那但是你不会加强 加长那个长度啊 你可以用那种 轻微的那个 来试一下 要不然你就用刹车片做好像也是不可以 刹车片好像也是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用接车盒来剪 剪了过后来做那个 呃 角度 然后做刹车 就是做brake 什么都 你你都可以去去尝试一下 就看主办方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弄 ok 那 这个b max的车呢 其实 呃 跟tune class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我就是拍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辆就是我自己做的b max的车 ok 其实跟tune class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就是马达啊 然后 刹车的角度那些就需要考虑到很轴向 然后还有就是导轮这个导轮角度的问题 就是我一直都很认为就是前导轮如果你的角度不够而且你只是单靠底盘所拥有的那个角度的话呢你过那个交换道或立交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飞出去 然后你的那个刹车不够呢在跳的时候呢然后下降啊也很容易让你弹回出来啊这个就是b max我目前总结出来的那这辆车我有试跑过了啊啊目前为止还是ok的啊那速度那些都都都都挺快ok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了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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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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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想到就是哎呀 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啊 嗯 我感觉我的技术呢 好像已经不太 给到大家有一点实用性 那我看我也要想办法再改进一下我的 就是增进一下我的技术 还是什么之类的啊 ok好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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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